南某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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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聖聲唯妙法 百千萬節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辭 無上聖聲唯妙法 辯解如來真實意 辯解如來真實意 德國師釋迦牟尼佛 阿彌陀佛 課本秩序第三項 第三項 好 那 上次是說到佛法 我們從第二項的最後一項開始看好了 因為他是整段的 他說他是理智德行的宗教 是以身心的篤行為主 就是切實的修行 篤行 篤行是切實 那 通常他是包含行跟解兩部分 就是所理解的道理 那麼以及依之遵行的方法 那因為這樣 就是身心的篤行 那達到深奧與究竟 那從來都稱為佛法 近代才稱有佛學 所以後來慢慢 有所謂的學術化跟抽象化 那這裡講到 就是說佛法不單單是為了說明道理 其實就是這樣 講到這裡 好話說 佛法的正解 就正確的理解 絕非離開性戒而可以成就 那這個 大制度論裡面有引用 那導師在他的書裡面 很多著作裡面經常講到這個 那這個我們看一下 176月 176月 你看 倒數1234567 好 我們看倒數 倒數 246第7號 應該是倒數第8號刊 他說 專修取向的分別型是不夠的 所以說 依次不依次 這是分別的 如專談 這裡講到他的 他的一個概念 一些玄學話 他說 專門談法法平等 那不知行為有 那不知行為有 這個行為上 有法跟非法 金剛經驗有名的法上因此何況非法 有法跟非法 法就是正法 非法就是邪法 那通常我們說兩種煩惱 見煩惱跟愛煩惱 那愛煩惱就是比較偏重在行為上說的 那順於法跟不順於法的差別 就是說 你只有講法法平等 但是平等中 其實他也有 平等就是沒有差別 但不能夠端端講平等 就是從理上說跟事上說 那麼 事上說 他有 現象的差別 種種差別 那這些差別 有正確的有不正確的 有邪見有正見 那 有解脫的 有不能解脫的 有順於 解脫的 有不順於解脫的 所以 像金剛經講 諸法平等無有高降 那這樣來講 沒有邪沒有正 解脫道跟菩薩道都一樣 不是這樣說 他這裡說 所以你單單這樣也是不對的 所以說 你看這講到這裡 信介無稽 亦想取一空 視為邪空 所以 世尊的教導修行 不外乎 依法而行 行到法的體正 那依法而行 然後再體正到這個法的真理 所以這個 信介無稽 妄想取一空 那就這裡講的 離開信介 而可以成就 那為什麼說 不是離開信介可以成就的呢 那如果從 沒有學佛到學佛 我們這麼多了 信跟見 基本上是入門的開始 像大致論講 進入佛門第一個就是信 像阿彌陀經也是講信 這個是信入門 信為能度 自為能度 所以信是開始的 那菩薩道也是實信位為主 那這個是從 入佛門來說 就是學佛不學佛要先從信開始 入佛門 我們講八正道的正見 那個是 包含在正信當中 正見正信 所以有時候從信說 有時候從戒說 三五六學 它就是戒定位 那是比如說 我們講五根五立 五根五立就是信敬念定位 那它就是從信上 那所以這個就是已經學佛的 已經學佛的從戒 所以立余戒裡面 七眾弟子都有戒 那是一個基礎 那還沒學佛的 要從信 先相信嘛 你才願意辭戒 那所以基本上 它這裡叫信戒無疾 你就是這個基礎你沒有 那你單單坐在那邊 想諸法皆空 那是沒有意義的 好 所以它說法為佛法的根本問題 這裡講到 法為佛法的根本問題 通常我們是說這樣 三寶裡面 三寶 我們叫做歸音三寶 佛法身 這個是簡稱啦 其他叫做佛陀達摩生且 佛陀達摩 那我們就把它簡稱佛法身 生且 那三寶裡面 那這個簡稱 我們把它簡稱叫做佛法 那主要是這個 那這個是學習佛法的 那重點是法 重點是法 佛之所以成為佛 是因為 他理解到法 正到法 他如果沒有正到法 記錄 正 真理 正法 這就是真理 真理是緣起 無我 見緣起即見法 見法即見佛 他如果沒有正到這個法 那麼他就不能叫佛 佛是覺者的意思 佛是覺者的意思 覺悟真理的人 覺者 這個覺就是覺悟 覺悟什麼 覺悟真理 就是我們叫做正 覺悟真理的人 覺悟真理 覺悟真理 這個者是人 覺悟真理的人 那真理是什麼 真理就是法 當然後面會講到什麼是法 那這裡的主要是 佛是正到這個法 生是依這個法修閒而成為 也像佛一樣的人 就是說依著法 因為佛正到這個真理 他正到這個真理之後 他告訴他在說 佛在說 怎麼樣證得這個真理的方法 那所以他在說明怎麼樣證真理的方法 那麼生在依這個證真理的方法 那麼在證得這個真理 那麼就跟佛一樣 他也可以叫覺悟真理的人 那生且他是合合眾 那麼裡面主要是出家 以前在家沒有眾 那這個四眾弟子 比丘比丘女 或是出家裡面主要是比丘比丘女 沙咪沙咪女 還有斯塔摩拉女 那主要是比丘比丘女 那麼合合 那麼依著 依著這個正真理的方法 正到真理 成為佛 像佛一樣的人 所以核心是什麼 核心是法 核心是這個法 沒有法就沒有佛 沒有法就沒有佛 沒有佛就沒有生 生是依著佛而有的佛地子 沒有法就沒有佛 因為佛是見法的人 佛是見法的人 那麼法是真理 但是你就是見不到 就好像那麼多年了 地心引力存在 但是就只有能夠看得到 他能夠知道 其他人不知道 所以佛法裡面最重要的 是什麼 就是法 那我們有時候把這個 有時候叫佛教 有時候叫佛法 那所以這個是 以法為核心的 那 以法為核心的這個概念 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學佛的人 不以法為核心 以佛跟以身為核心 這個就是忽略了佛法是以法為核心的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你看 後期的大聖經典比較偏重在以佛為核心 佛陀教你要去理解這個真理 要去實踐 但是後來我們變成專門念佛號 然後專門拜佛 然後我們就可以怎麼樣 就可以有功德 這個一邊 以法為核心 佛不管怎麼說 都是告訴你 想辦法告訴你怎麼認識這個法 都是這樣子的 後來不是 後來你這個法 法是智慧的 後來佛是比較偏信的 後來這個法不重置 他講什麼 內容是怎麼樣 什麼道理 不要講 佛最重要 所以拜佛念佛 那麼佛就把功德給你 不是 佛陀是 你認識這個法 契入這個法 你就自然從這個法裡面得到 作用得到功德 這個是佛法的核心 後來不是 後來念經 念佛其實道理是一樣 都是靠佛的加持 佛的庇護 消災免罪要靠佛 征服征受要靠佛 乃至於小孩子要考大學 家裡的貓果生病都要靠佛 這個其實是後來偏了 祖先要超度 要靠佛 那麼 生也是一樣 生是怎麼樣 生是帶著你念佛 那麼 由生來念經 那麼你就可以從 那麼 再靠佛力 我們那個牌位都寫什麼 佛力超見 有沒有 那麼 基本上 佛法已經從法為核心 偏到 因為佛陰不在了 他就是表象 由先來執行 很多的俗家人一起誦經 然後 那麼 讓佛力 增上 那麼再佛力超見 這個已經 偏離到以法為核心 已經偏離掉了 那所以 我們 現在的佛法 已經從以法為核心 偏到以佛及以身為核心 那麼這個其實是不合乎佛法的 不合乎佛法的 那倒是很常見 所以現在的人講的就是 靈感 感應 而不是 而不是你要理解 那個道理 然後實現 然後跟法相應 都是跟佛感應 不是跟法相應 然後念了什麼經之後 病突然好了 念了什麼經之後 生意變好了 那麼 你就很重視這種感覺 但是佛法不是這樣的 佛法是告訴你 怎麼去實現 你這個病是怎麼來的 你應該從哪個地方 問題在哪裡 你應該從哪裡去實現 見見 那個因不見了 那個果就會消失 其實是從這裡說的 那我們不是 我們不管它 我們就是很淺淺的 誦經念佛 持坐 拜佛 拜燦 一個人力量不夠 找很多人一起 自己的力量不夠 自己不夠 找那種專門修行的人 出家人來 一個出家人不夠 找很多出家人來 很多出家人還不夠 找那個 號稱最有修行的 突家人來 反正就是這樣 那這個已經 偏向 所謂 以法為核心 變成以佛跟以身為核心 那你已經忘記 所以 佛之所以成為佛 也是依法修行 身 之所以成為身 是 遵行佛所說的道理 依法修行 要成為像佛那樣的覺得 所以這個是 我們的佛教徒 慢慢慢慢 忘記的這個道理 以法為核心 就是 重在智慧 智慧的層次 只有禪 智慧的層次 修行 就是智慧的增長而已 這個其實很多人都沒有 這個其實很多人都沒有 即使應聖導師已經 已經 已經不再很多年了 很多人還是沒有這種概念 還是很早以前那種傳統的概念 修行其實就是智慧的層次而已 所以佛法常常都是要如實之 如實見 他都是這樣喔 如實之如實見 他都是這樣喔 如實之如實見 那你要如實之如實見之前 一定都是叫你 多聞熏喜 然後地聽地聽善思念之 之後 才依法修行 都是這樣子的 那智慧的層次不外乎 其實就是智慧的圓滿 最大的功德是智慧 修行就是 從沒有智慧到有智慧 從智慧不足到智慧圓滿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所謂的文 師修正 四個層次 那麼正就是如實之如實見了 從多聞熏喜 如實我聞 然後地聽地聽善思念之 就是開始講道理 講什麼道理 什麼道理 什麼方法 那之後一定是什麼 歡喜信受 然後怎麼樣 依教奉行 你看都是這樣啊 歡喜信受 依教奉行 依教奉行就是修 文之修 然後是怎樣 如實之如實見 見這裡面說的真理 裡面這些真理 就是善思念之就開始講了 什麼什麼什麼說 無運 無運 是射受搖行 是無運無常 無我 完全正在講這樣講 所以智慧的圓滿 那麼佛是智慧跟慈悲的圓滿 好 所以他這裡講 法為佛法的根本問題 可以說 法是佛教的根本問題 是佛法的根本問題 那這個很多人其實沒有 反正就是念佛 一句佛號 一句佛 一句佛號 一個咒語 一本經 反正就是念到死 自然就會開悟 沒有這種事 沒有這種事 一塊石頭 怎麼磨 怎麼磨 也磨不出一滴油來 根本不對 所以你看 信解行政 不外乎 學佛者傾向於法 體現於法的實見 傾向於法就是信 那麼體現於法就是正 那所以中間重點就是解跟行 解跟行 解就是理解 行就是修行 由理解而修行 那麼也由修行而真實 完全的理解 其實是這樣 所以本論衰是說明的 因為他這裡在解釋這本經叫做 佛法概論 不是這本經 就是他的這個 說明佛法就是佛法概論 所以就要講佛法這個 那 但是佛法不是只是在說明 但是他現在不就在說明嗎 因為要讓你知道嗎 可說是佛法而學的 因為要學習佛法 理解佛法 所以必須要有佛學 孔子的也是啊 他 西盛西賢 西就是期望 希望 能夠像聖賢一樣 但是他也要怎麼樣 學問學問 學習之 審問之 那麼聖師之 明辯之 篤行之 你看一下 他應該是這樣 學習 學習 審問 正知明辯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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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多文軍笑 這個是多文軍笑 alar 也可以說 쓸問 想問正知明辯祖行 都在 Reci ders is sub ni 師 Other文 如果我不學會 我就不停止 他是這個道理的 好 他不是學習 他是博學 博學 審問 聖知 明辨 也是學習的意思 博學 審問 聖知 明辨 廣博都學習 博學之 審問之 聖知之 明辨之 讀行之 學習是 學習是孔子的說法 學而實習之 學而實習之 是這樣的 常常復習 常常修學 好 我們這樣比大家看 所以 他說 可是 可說是佛法而佛學的 就是佛法而佛學 因為他現在在分佛法跟佛學 那麼 但能就稱為佛法概論 保持著佛法的根本立場 就是 這個是 根本立場是什麼 是法 根本立場是法 所以叫做佛法 我願意讀者 本著這樣的見地去讀他 所以說我們不是要增加知識 我們是確實要理解 怎麼改變我們的身心 怎麼讓我們離苦 其實是這樣子 多數的人離苦都是靠佛 靠佛 我們不是 我們是依法 但是這個法 但是這個法 由佛來說 不然我們不知道 其實是這樣 舊稿積壓了四五年 因為他是民國三十三年講的 那這個是三十八年 三十八年叫地的 就是他來 他要出版之前 他先教稿 所以寫著序 在出版之前寫著一篇序 那他以前的舊稿 累積了 積壓了四五年 那因為他是三十三年 在廈門的時候講的 由於下島講學音源 才序學完成 得以運行流通 那可以說 他最早 最早讀閩南博學院的時候 因為廈門就閩南博學院嘛 他很早就去廈門讀閩南博學院 但讀沒有多久 讀沒有多久就 就起來教書了 老師姿子放得很好的 那麼這一切都得到學友 妙親 法師的助力 特復此致謝 那這個妙親 法師在斯里蘭卡 西蘭佛教大學 曾經在那邊讀過書 那 基本上 學難傳的 接受難傳的這種概念 但是也維護北傳 大概這樣 妙親法師我們比較少聽到 那 那他雖然學難傳 但是他也 弘揚大聲 跟導師有點像 導師也不是學難傳 但是他也認同 阿涵 那他也有創辦 這個所謂的人人中學 那一樣 一樣 一樣 一樣也是 曾經讀過閩南佛學院 跟導師一樣 那 但是他跟 遠培法師是同學 他不是跟導師同學 他是跟遠培法師同學 好 那這個大概 導師講的序 那 好我們翻過來 看 佛法概論的序言 序是講這本書 為什麼會有這本書 大概講些什麼 序言就是這本書大概的內容 就是主要的內容 就是還沒講之前 先講 好 好 那我們來看 佛法概論序言 他說佛法 通常是這樣 解釋這個名字 佛法概論 佛法概論 那佛法又可以分成佛跟法 所以為佛與法的結合詞 佛是犯佛陀的略稱 就我們剛才講 佛陀達摩生前 其意是絕者 就覺悟的人 覺悟真理的人 覺悟緣起的人 覺悟無我的人 我們叫做如實之 如實見 法是犯以達摩的意義 一個是因意 一個是意義 佛陀是因意 那麼達摩 叫義成法 是鬼折 那麼精確的定義是鬼詞 鬼詞其實就是不變的鬼律 詞就是一直保持 不會變 不會失去的 他叫做鬼詞 鬼就是鬼道 他這邊有一個慘鬼 一般我們叫慘鬼 一般我們叫慘鬼 慘是不思的意思 慘是不思的意思 那麼 慘就是不變 不變不思的一個理則 基本上是這樣 叫鬼詞 因為這個名詞我們有時候比較少看到 好 所以他這裡講 佛與法的最合詞 應解說為佛的法 導致這裡是說 因為佛法是佛跟法連在一起說的 佛 法 當然如果用印度 六零和四 他就有很多種解釋法 佛的法 佛之法 叫做佛法 那麼 一般導致後面也有解釋很多 什麼是佛法 什麼是法 那我都是很簡單的 從深口義來講 佛所正法 佛所說法 佛所正的 真理 佛所說的 佛所說的 佛所行的 他沒有說 但是他這樣做 是一個表算 那麼 基本上 他其實是深口義 三人 那麼 通常這個都是佛法 佛所正的 佛所說的 那我們篇章在佛所說的這一邊 那麼 依佛所說的 理解到佛所正的 那麼佛是正的這個真理之後 從中出教 那麼說了 怎麼樣正這真理 真理是什麼 真理是什麼 怎麼正真理 這個是佛所說的 那麼有不同的人 不同的 這樣的狀況 說不同的法 那有層次不同的 要分天的 不度三二道的 要解脫的 更善要成佛的 這些很多 那佛所行的 這個就是解 就佛沒有說 但是佛這樣做的 那麼這個也是法 不是他說的 但是後人看他所 後人看他所做的 那麼來追溯他的行為 從中理解到 佛為什麼要這樣做 然後把他說出來了 那麼這個是佛所行的 那麼出其大勝 通常是從佛所行的裡面 那麼去理解 菩薩道的偉大 出其大勝 那這佛所行的裡面 又說到 過去所行的 所謂本身談 以及他現在佛這一生 從解脫之後 一直 一直從杜吾比丘開始 到虛拔陀的 這中間 不斷的在利益眾生 這個就是菩薩道 他不是像 他不是像 這個大家社 那也通常就是一個人住 一直到佛要露滅了 他才出來 那有出來算不錯了 有這一輩子都沒出來過 那麼多阿羅漢人 你連聽都沒聽過 那自從佛所說 我們都叫佛之佛 阿羅漢佛之佛 那像老子就是類似這樣 老子進階那麼高 他是到最後 他要走了之前 留下一本道德經 他沒有地址 他沒有地址 留下一本道德經 交給那個鎖城門的人 那個鎖城門的人 還好他懂一點知識 他要不懂 去丟掉的人也不知道 沒有人知道 還好他看到當寶 就開始宣揚 後來老子到的廳才宣揚出來 老子有一點點 像是屁之佛這樣 屁之佛就是這樣 如果佛陀當時也這樣 你現在哪裡進到佛法 所以菩薩道基本上 是從佛所行法 然後再去深究 深究這個佛所說法 然後正到真的是佛所正 那麼佛說的這一些法 他主要是讓人得解脫的 那麼解脫跟前佛 他很明顯的 有些是不太一樣 就是說佛的境界跟阿爾瓦的境界 都是解脫者 都是絕者 都是絕者 但就是他的內涵還是有點不一樣 其實是這樣的 好 那我們來看 這個這個是 我基本上是很簡單的就是 佛所正法 佛所說法 佛所行法 這導師當然不是這樣說的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一下看 他說是佛跟法的最合詞 應解說為佛的法 本來法是非佛作亦非愚人作 本來如此而被稱為法性法爾的 有本來性安定性普遍性 而被稱為法性法處法界 好 那麼這個是非常常見的 案件裡面常常有這麼說 法性法處法界 通常是這麼說 有佛無佛 就是有佛在世沒有佛在世 法性法處法界 本來如此 本來如此 一直如此 沒有改變過 法界普遍如此 到哪裡都一樣 那我們也可以講 如是就是這樣 如此 本來這樣一直這樣 普遍這樣 比如說無常 無常是一個法則 任何東西都是無常 不管生物非生物 植物動物 乃至於三千大天世界 乃至於栗莎 都是無常 都是無我 那這個是 兩千年前也是這樣 兩千年後也是這樣 那 他一直是這樣 那本來就這樣 不是他之後才這樣 本來不是這樣 後來才這樣 那 一直是這樣 沒有改變過 然後 普遍是這樣 在銀河系 在資女仙系 在仙女系 在仙女系 都不管是哪 哪一個星系 哪一個地方 兩千年前 兩千年後 那麼不因為時空的改變而改變 這個就是我們叫做法規則 沒有改變的 他叫做法信法處法見 那有佛無我法信法處法見 那這裡是非佛做亦非愚人做 並不是佛讓他這樣的 不是佛只是發現他而已 佛是發現他而已 告訴你真理是這樣子的 這個西方人又有一句話 叫做 上帝也不能死 一加一不等於二 一加一等於二 這個是一個禮則 從數學上來講 你說我是上帝 從今以後一加一等於三 你不能這樣講 就是說 上帝再有力量 你也不能改變 所以佛陀再有力量 也不能改變月律 月律也是一的法則 緣起是一個禮則 月律也是 你不能說我是佛 我要改變 那麼我們現在的佛教徒 很多都是這樣 他不依法 這個佛的力量 持奏念佛 可以改變月律 本來要受的罪可以不用受 本來要受的苦可以不用受 本來沒有的福報可以增加 沒有 你沒有修 但是單單靠念佛 佛加持你你就有 你本來要受苦 你不去解決那個苦因 你只要好好念佛 佛會幫你遺苦 這個人本來不能往生的 但是因為你幫他念佛 後來他往生了 一個人不夠找一群人來 一群人不夠力找一群出家人來 那麼這樣的觀念其實不是佛法 就是他沒有以法為核心 沒有講到這個法的 就是說法是不能改變的 即使佛啦也不能改變 所以佛做嘛 也不是其他人可以做的嘛 就是不是其他人可以改變的 耶利山也是這樣子的啊 所以我們很多人其實不了解佛法 那有一些人聽到這樣講就會起煩惱 那念經也不能增加功德 念佛也不能 持咒也不能 那麼超度也不能 那回降也沒有辦法 那我不要學啦 不是 他並不是 學佛的目的不是要你從佛法念經念佛持咒 就可以得到佳值 不是 你要了解那個道理 知道他為什麼會變得這樣 你要用什麼方法可以讓他不變那樣 就好像你煮飯煮不熟 煮不熟你就沒得吃嗎 好 那現在告訴你 佛來告訴你 佛是一個覺者 他知道怎麼煮飯 告訴你 你 你要放多少 水要放多少 底下的火要多少 要燒多久 燒到什麼樣的層次 你就不能再燒了 不然再燒了就連你都沒有啦 燒焦啦 那你燒不熟也不能吃 燒過頭也不能吃 所以他告訴你這個道理 那 你知道了 你一到這個方法去 你就可以吃到飯了嘛 那你現在不是 這個道理太深了 太複雜了 太麻煩了 我好好念佛 那麼 佛就會控制這個火 佛就會幫我加水 佛你要熟的時候 就會幫我滅火 沒有這樣子的 哪有這樣子的 哪有這樣子的 你就變成我念佛持咒 那 上手的時候 那個火自動消失 那火不夠的時候 念佛的時候 火自動加強 哪有這樣子的 可是我們現在都是這個概念喔 我們現在念佛持咒 宋經都是這種觀念喔 不是這樣子的 好 我們讓我等一下看 導師很不容易喔 他在很久以前 就把這個道理做出來喔 大部分的人都 即使到現在 多數的人都還是迷信的喔 那個時候不迷信的 老實講很少 很少 那 很多 很多祖師大德 其實有一些也迷信 也不是不迷信 那 但是 他們沒有那麼迷信就是了 我們也不能講迷信啊 就是說 他有一些方便啊 讓 這一些眾生有一些方便 比如說 前 前天才有一個人問我 說他現在在修這個 三茶 三二月報經 有一個三茶木人 你知道嗎 我剛學火的時候就有了 三十五年前就有了 那個時候好像是 因為最早是偶藝大師都會用這個 三茶法 然後在查自己的 是不是有沒有親近啊 那麼 有一個記者問我說 他現在在修這個 三茶木人 他每次都用三茶木人來 看自己還有多少善業多少惡願 那麼我說 他說 修這個 可不可以 對不對 我是跟他說 它是一個方便法 但你不要常修 它就是一個外造法 印度都沒有這樣子的 那 你經常用這個方法 很容易 因為你就是期待外力嘛 那 很容易後來受到鬼神的 就是 就是 介入 我們就作祟 因為你就是祈求 那麼祈求 向外祈求 它一定有外力的部分 它一定有這部分 那這一部分 你要看你的姻緣 那有時候天神來就好一點 鬼神來 你就慘一點 真的 這種東西是這樣 那你說 你要看你有多少善熱業 要靠那個木頭告訴你嗎 不需要 你自己觀察 你自己就知道了 你有什麼善業 有什麼惡業 你不需要 就觀察這個木頭 喔 這善法 我現在是 布施業比較多 喔 我現在是 我現在天認性比較強 需要木頭來告訴你嗎 不是嘛 你看到境界 你起稱認心 你就知道你的稱認心強 強到哪裡了嗎 對不對 那 你有沒有減少 看你每次 同樣的境界來 你的稱認心有沒有減少 就知道了嘛 你哪裡還要需要 練經練完了 然後拜託拜完了 然後靠那個木頭去告訴你 需要嗎 不需要啊 所以 這種 如果你祈求習慣了 你不祈求 你變成會不相信自己 你不習慣依智慧來判斷 而是習慣別人來告訴你 也許是神 也許是人 也許是鬼 來告訴你你這樣做對 這樣做不對 而不是依法依智慧 去理解 這樣是對的 這樣是不對的 我做到了怎麼樣 所以這種你很明顯的就是 他習慣用 如果你習慣用這樣的方法 那因為有一些祖師大使 他也這樣用 你像偶遺道 他也這樣用 後來像孟昌老 他好像早期他也是有 因為他也是有弘揚地藏三軍的嘛 所以有一些人就很相信 認為那這些大使都這麼說啦 那肯定是不會錯的嘛 就好像 凶化上的人很肯定能源咒 能源咒多真話多真話 可以想我 那麼好好念能源咒 那麼大德可以開悟 那麼最差也可以想我 不會有魔障 真的這樣嗎 那其實這個都是靠外力 真正想某的不是怎麼做 是智慧 智慧 佛法佛頭就說 你不能靠一句做 兩句做 三句做 就可以離苦 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不可能 那但是後來因為 有一些人他 那對當然這個又牽涉到很複雜的問題 那他們也都有修行是沒有錯 也都有力量是沒有錯 那你要知道 六世外道也很有修行 也很有力量 他們也有神通 神通都抵不過業力 那也不能就 神通就能改變什麼 不行的 所以佛法講 改變一定要從因散改 絕對不是位力破壞的 不可能 那因為很多人不能理解這樣的事情 他習慣了 我有問題找佛 那麼我念佛 供養佛 那麼佛幫我解決 不是佛從來不幫人解決問題 佛告訴你這是什麼問題 是什麼原因造成 你必須用什麼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解決到什麼程度 這個問題是徹底被解決 他是這樣說的 後來我們就沒有 就送金念佛持咒 同一個概念 送金念佛持咒 同一個概念 送完金 這本普門品 觀世音菩薩講的 觀世音菩薩要替我負責 我念觀世音菩薩名號 普門品裡面說的 我念他的名號 求難得難求你得你 你要負責 我念這個大悲咒 觀音菩薩說的 我念了觀音菩薩要負責 反正就是 你念這個經 念這個名號 念這個咒語 那麼你就祈求這個菩薩 這個菩薩替你做主 為你負責 給你加持 這樣的觀念 不是佛法的觀念 這樣的觀念 是外道的觀念 可是 現在我看真的 你們我不知道 但是多數的人 十個至少有八個都還這樣 真的 很難改過來 因為改過來 凡事都要自己做 辛苦 辛苦 總算是有人替我多少做一點 甚至都替我做 我負責供養他就好了 我負責禮拜他就好了 我多簡單啊 沒有這種事 沒有這種事 我覺得佛教總真的 要好好讀佛法概論 要醒過來 要不然一輩子 學習佛法 得不到佛法的真實利益 好 我們讓你再看 所以他這裡講 這長片的鬼律 就是 要有恆常性 法性就是他本來性 安定性 普遍性 安定性就是恆常性 安定性就是恆常性 因為深住意念 他就不安定嘛 就無常嘛 他一直是這樣安定 他就是保持這樣 他就是常 所以恆常 不一 本來性 他本來就這樣 那普遍性 到哪裡都是這樣 在誰身上 都是這樣 所以叫做 法性 法柱 法界 也可以叫做騙 騙一切實 騙一切刺 騙一切法 那麼這長片的鬼律 為什麼要稱為佛法 因為這是由於印度 在印度這個地方 有一個叫做西達多的人 那麼他後來成果 西達多他的種族是釋迦族 其實釋迦摩尼不是他的名字 只是對他的尊稱 他是姓祠壇 他姓是姓祠壇 名是西達多 所以這個是他的姓祠 所以這個是他的姓名 這真 釋迦摩尼古不是他的名字 他真正的名字叫做渠壇西達多 那他的種族是釋迦族 他有一點像大一點點 我們是中國人 是俄羅斯人 是台灣人 是這個美國人 那中國人也有很多族啊 漢族 像這個阿美族 台灣的阿美族 布農族 他那個種族 他是釋迦族的 他是釋迦族的 那摩尼是尊稱 有很多摩尼 什麼摩尼 不只是釋迦摩尼 摩尼是賢人的意思 聖賢的意思 那釋迦摩尼是 他承接了之後 外面的人對他的尊稱 有一點像是 台南的 比如說台南是這個地方 或是這個旺族的 他們說什麼族的 這麼旺族的 然後這個的一個賢人 大德 所以釋迦族的賢人 叫做釋迦摩尼 所以他的名字是渠壇西達多 其實是這樣子 好 所以是在印度這個地方 有一個西達多 那後來被稱之釋迦摩尼 的這個佛 摩尼就是賢人的意思 那麼 由他填佛 所以後來就叫釋迦摩尼佛 釋迦摩尼佛 那這個是完全是由他的種族來說的 其他的佛就很少看到 也有 但是比如說迦摩佛 迦摩也是一個族 迦摩也是一個族 那比如說像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他就不是哪一個族 他純粹就是 依他名的這個德號 無量光無量壽來說的 比如說要之流離光佛 他又不一樣 那所以佛的名字 菩薩的名字很多不一樣 好我們等一下看 他說 所以釋迦摩尼佛的創建 創就是第一個 所以他就是創覺嘛 創建就是第一個發現的 第一個發現 之前沒有人發現 他所創 像地心引力知道 這個是牛頓的創建 那麼相對論是愛因斯坦的創建 類似像這樣 那所以這個叫釋迦摩尼的創建 所以有時候叫釋迦摩尼叫創覺 第一個覺悟的 而後才流行人間 佛為法本 法由佛出 所以稱之為佛法 在阿安靜裡面常說 佛為法本 就是真理 是存在世間沒有錯 但是沒有人發現過 佛陀發現了 告訴大家 就好像這個地方有一個天然的果源 就是這個地方有一個天然的藥草 沒有人知道 後來有一個人 認識藥草的人知道 告訴大家 有這種藥草 這種藥草可以是這種病 後來大家才知道 那藥草是本來長在那裡的 那也一樣 所以佛為法本 是法的根本 並不是佛創造的這個法 而是佛創建的這個法 不是創造 造是他造作的喔 不是他創造這個法 是他創建 創建或是創覺這個真理 他真理不是佛創造的 但是是他創建的 這個是不一樣 法由佛出 那麼把它說出來 如果佛不說 有一個這麼說 就是說 佛曾經不想說法 然後犯天往來群法 說釋迦摩你要說 也有人能夠懂得 修出來也許也有些人 也是可以覺悟的 有這麼一個說法 但這樣說法好像又不太有道理 但是這個可以射受當主的佛羅門 也犯天就是請佛說法的人 那佛本來就是 如果從佛法發菩提心 就是要成佛就是要對眾生的嗎 怎麼可能說成了佛反而不想對眾生呢 不可能 那這樣違反佛的這個菩提心呢 如果從理上來說 那你說為什麼佛會不想說法呢 不是 這個是第一個在說明法的深奧 眾生不容易理解 眾生不容易理解 第二個要讓犯天來請法 因為當時的印度人信的就是犯天 佛羅門就是信犯天 好 所以稱之為佛法 就解釋什麼是佛法 依佛的法 就依照這個佛法佛的法 而隱身即義又得兩個解說 第一個叫做諸佛常法 第二個叫陸佛法向名為佛法 好